安德森终有下加接手,火箭这次真的大转,无需再去追求詹姆斯,NBA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休赛期阶段,所有球队都在为下赛季做准备,而遗憾出局的火箭毫无疑问会有动作,但由于要续约保罗、卡佩拉、阿里扎和格林,这势必会造成金金空间不足,在招募自由球员的可能性并不大,交易才是最佳选择, 果然近日火箭就被爆出,正在积极兜售安德森进行补强,甚至可能买断,而在今天美国体育媒体体育话报再次爆出,骑士队已经准备用乔治希尔换取安德森,目的是为了顶替勒夫位置,然后通过勒夫去换取更多的筹码加强深度,这比交易最赚的其实是火箭,希尔虽然近期状态也一般, 但如果做保罗替补还是绰绰有余的,保罗的伤势随时可能对球队造成打击,希尔就是一个保障,当然骑士也不傻,他们要留住詹姆斯,就必须对球队大手术,希尔这种实力球员已经难以胜任首发做替补却绰绰有余, 安德森这种有投射能力的大个子才是骑士更需要的,他们甚至可以用他来顶替勒夫位置,然后用勒夫去交易其他出色后卫,其实目前说实话也只有勒夫有交易价值了, 当然这比交易毫无疑问火箭大赚,火箭目前缺少一个空位替补,本赛季希绝正是因为保罗受伤后,进攻防守都没人组织,这才被勇士逆转,哈登要把精力放在得分上而且失误太多, 他们需要希尔这样能防守能控节奏的球员,虽然他目前的状态不能和保罗相比,但临时就场绝对足够,甚至恢复球权可能爆发出更强的能量,图片来源于网络,图文无关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,感谢您观看小编的文章,喜欢的话,小编会为您每天推送NBA内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